中印边界对峙已经两个多月 双方四在克制 但两国媒体却绝不相让 各出其招诋毁对方 新华社旗下英文节目恶意丑化印度人 印度媒体则接连制作动画片 细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中共新华社更以一寸山河一寸屑 拨动爱国情节 8月17日 今日印度 You know the day 制作的动画片习近平为什么生气 以印度式幽默 展开了中印边境的邪屑画卷 在中印边境的背景中 印度总理莫迪勒不可知 稳坐观看电视 毫不理会身后的习近平鬼鬼祟祟 上蹿下跳 动作频频 号角示威 鸣枪警告 架势坦克开号 甚至骑着导弹向莫迪抗议 莫迪边笑边看前仰后合 让观者忍俊不尽 动画片嘲讽意为演绎到极致 片中 前女技穷的习近平无计可施 只得偷偷溜进印度一方 看莫迪有何作为 却窥见莫迪观看的电视中 习近平自己在中共五星红旗的背景中 穿小熊维仪装跳骑马舞 影片最后 习近平老修长怒 在目瞪口呆之后 闭目大叫 头脸发红发胀的习近平 最终在声报响后 化成维尼头像 而却莫迪瞟一眼身穿军服的小熊维仪 眼嘴笑笑 然后对着观众摊开双手 摇摇头做无可奈何状 相当有意思的是 今日印度动画片出龙的前一天 8月16日新华社旗下英文节目 题为印度七宗罪 则干脆以协剧方式挖苦印度人 节目中有演员投饰演印度人角色 包头巾 戴上墨镜 脸上贴飞色胡子 动作夸张挖苦讽刺战权 有媒体分析说 演员的印度口音与丑化方式 及几种族歧视争议 今日印度 India Today 是一个使用印度英语的 印度新闻杂志和新闻电视频道 其杂志的发行量每期有160万 今年6月中旬中国和印度 在双方边界西津段的动浪地区 爆发新的军事对峙的一个月后 今日印度杂志在其封面上 刊登篡改后的 中国地图 地图中 中国的中国母鸡 不见了台湾和西藏 邻国巴基斯坦也被象征为 中国的小鸡 即日视频撰稿人 在阿波罗的文章 穿小雄为迷装跳骑马舞 喜得之后目瞪口呆 钟表示 中印边境对峙 虽然局势不见缓和 但并无大动作 印度媒体的做法 证明其国家的强大的同时 并不屑于中国方面抗议等做法 嘲讽中的挖苦显示中国的无能 而中国方面的谩骂方式 虽然足以煽动中共的所谓爱国情节 但从大陆微信微博 以及推特网友的反响看 一方面并不看好中共军队 另一方面也对中共除了抗议 并无实际行动相当遗憾 不过 从18日中共新华社堪文 重提抗战 并在血沃松户 激发中华民族总动员的文章中 四提一寸山河一寸血 或依应设方式释放强势信号的同时 打寸土必争的爱国牌 升级的舆论战中 受到伤害的应该是两国的民众